各位 你現在可以Google上網 端木正跟朱國榮 誰 朱國榮 年紀大一點的就知道 朱國榮現在已經潛逃到俄羅斯了 不能潛逃都是大咖 他炒股票 在台塑寶跟中國人獸合併的過程當中 也涉及台塑寶的大量的股份去跟中信進行談判 他還有這個殯葬事業 生命事業 很多的殯葬業 他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他被特徵組調查 他被特徵組調查 特徵組調查的時候 他的財務長 就叫端木正 端木正是幫朱國榮作帳的大帳法 而且是跟了他十幾年 特徵組最後一個要關案 要結束營業的這個案子就是朱國榮的案子 所以這一個端木正跟特徵組之間的 這一個常常被叫去 十幾年前 端木正就是幫特徵組調查的對象 就是特徵組要查朱國榮 因為裡面有些數字 特徵組就要叫端木正去做這一次 這個數字怎麼來 然後你現在民眾黨說端木正 有兩千萬短缺假裝沒看到 端木正是安全下莊 他幫朱國榮做財務長 然後一直被他問 問到他最後安全下莊 那他厲不厲害 他很厲害 然後你現在說 報總支出三點四億 肉報兩千萬 佔總額的五點八 這很多 我報仗佔零點零幾%的誤差都不行了 佔五點八%端木正會假裝沒看到 對嘛 所以你現在去惹端木正 你就惹錯人了 所以端木正這個會計師事務所 就是發了一個聲明 說要來 檢察官你如果要來 你就來 我沒差 所以 難怪他會計師事務所是民國七十六年就創業了 所以他不是一個很嫩的會計師 你想要把他罵 可能罵不過 這一次民眾黨你可能惹錯人 阿川 民眾黨現在真的把大家當笨蛋 他就硬要把所有鍋推到端木正身上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人講得最好 張經營 柯文哲市府研考會的主命 他覺得說端木正要罵多大的風險 第一個 他可能會被吊灶 第二個 我有刑責 第三個 明明這個憑證 民眾黨兩天都找到 我時間要急到兩天都不願意等 第三個 我還要賭 我不會被複合抓到 第四個 我如果被抓到 我還要賭 我過去長久在民眾黨經營的人脈要從此破裂 根本沒有人會幹這件事 卡川你說看了這個 一一三年總統副總統選舉申報的 這個政治結算表 看完之後你說端木正更不可能這樣搞了 因為這個 這樣你報了總表 這叫總表 總共收四億多 花三億多 那柯文哲跟吳錫穎的總表 對 就是收了四億多 花了三億多 對總幹事對候選人來說 還有存 我們有花這麼多 一定是這樣問 我們有收這麼多 我們有花這麼多 他一定會問會計師說 真的是這樣嗎 但是他們在第一時間四月七號就報出去 這就是陳志然說的 時間來不及 問題是又經過了幾個月 五六七 經過三個月 端木正有去更正 這邊 更正日期是七月三號 對啊 他有去更正 他有去監察院改 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發現這裡頭有一些問題 這裡頭 那是誰發現有問題 當然端木正 對 你做會計師說這個有問題 昨天不是有十五張的發票 有問題嗎 對不對 各位仔細看那十五張發票 裡頭都有會計師寫字在上面 對 有無無發票 對 有圖改以後沒有蓋章 所以搞不好那十幾張啊 憑證會款紀錄跟發票 就是堆不起來 去由端木正把他拿走 然後現在陳志然拿出來去扣到端木在頭上 說端木正漏報 各位你回去看 上面有這個 會計師寫無無發票 然後上面有好幾張被打叉 然後還有寫少報五十萬 對 會卡會四百萬 丁管傳票車三百五十萬 還有第一張不是報了一千多萬的傳播費嗎 可是上面只有四百多萬 是 那個傳票四百多萬 會了一千多萬 這對會計師來說 這兩個所持不一樣 會計師最好就拿 會計師要幫你解釋 會計師發現你是不是不對 退喔 管理的 你就去補嘛 看你要換上面那一張 還是換下面這一張嘛 這兩張長一樣 我才讓你報嘛 我們昨天節目錄到一半端木正 還沒發那個聲明之前 我們是說死啊 你端木正在哪裡亂從 對 然後違反什麼 會計師法 會計法什麼什麼 你會被懲戒嘛 會被除民嘛 會有刑事責任嘛 最常是除民耶 你有可能被停權耶 罰錢耶 會計師裡面懲戒 那大家想說 我們看下一張 大家想說你這個端木正 你為什麼都不出來講 會計師法四十六條 就不能講啊 什麼意思 會計師法的第四十六條 就告訴你說 不可以洩漏客戶的秘密啊 所以他們民眾黨一 施定端木正 沒辦法出來講 二 拿了一些端木正退過的發票 把死扣在端木正頭上 那四十六條就告訴你 客戶的秘密只有誰 只有委託人 叫你講 你可以 對 柯文者叫你出來講 你可以 或者是特定的機關 譬如說檢察官 叫你 傳你去 你可以講 對 你現在不能殺你亂說 你說我告訴你 那三張九百萬的就長這樣 他不能講啊 對 他即使知道都不能講 因為你只要講了 你就違反了會計師的規定 難怪他叫他有人出來爆料 端木正有人出來爆料說 釐清的重點是 沒爆帳的單據 哪來的 就你剛剛講 那十七張哪來的 是否有可能 慶寵根本沒有把這些單據交出 不是沒有交出 是應該是被會計師下面的助理 就退掉了 就已經退掉了 簡單嘛 憑證 發票 匯款紀錄 三個要長一樣嘛 連國字少一個輸都不對 不過因為這是我們的猜測嘛 對不對 所以還不一定 反正最後端木正直接嗆 檢察官快來找我嘛 對不對 那我看快了 檢察官也可能要去找你 但是端木正手上有沒有留東西 一定有 因為他說趕快來找我 他要幹嘛來給大家看 再次強調趕快來找我 我有相關證據 可以提清真相 我告訴你啦 會計查爾有一個就是 他們都要記錄啦 那個是底稿啦 這個底稿 底稿可能是打字的 可能是手寫的 結果我在查的過程當中 發現這裡有一個缺點 我就要記 我就要記 那個底稿 他們都要留著 是 就是以後查的時候說 我當時有記喔 我也要把你的缺點喔 你這幾個都要改喔 這是會計師的職責 各位 你現在可以Google上網 端木正跟朱國榮 誰 朱國榮 年紀大一點的就知道 朱國榮現在已經潛逃到俄羅斯了 不能潛逃都是大咖 他炒股票 在台塑寶跟中國人說合併的過程當中 也涉及台塑寶的大量的股份 去跟中信進行談判 他還有這個殯葬事業 是 生命事業 是 很多的殯葬業 他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他被特徵組調查 對 他被特徵組調查 特徵組調查的時候 他的財務長 就叫端木正 端木正是幫朱國榮作帳的大帳法 而且是跟了他十幾年 特徵組最後一個要關案 要結束營業的這個案子 就是朱國榮的案子 所以這一個端木正跟特徵組之間的 這一個常常被叫去 十幾年前 端木正就是幫特徵組調查的對象 作帳的 對 就是特徵組要查朱國榮 因為裡面有一些數字嘛 特徵組就要叫端木正去做這一次 然後你現在民眾黨說端木正有兩千萬 短缺假裝沒看到 端木正是安全下莊 他幫朱國榮做財務長 然後一直被他問 問到他最後安全下莊 那他厲不厲害 他很厲害 然後你現在說 報總支出三點四億 肉報兩千萬 佔總額的五點八 這很多 我報仗佔零點零幾%的誤差都不行了 佔五點八%端木正會假裝沒看到 對嘛 所以你現在去惹端木正 你就惹錯人了 所以端木正這個會計師事務所 就是發了一個聲明 說要來 檢察官你如果要來 你就來 我沒差 所以 難怪他會計師事務所 是民國七十六年就創業了 所以他不是一個很嫩的會計師 你想要把他嚇 可能嚇不過 這一次民眾黨你可能惹錯人 如果有一些不能直接交給柯文的錢 透過木可轉交給柯文則 才會出現他們說 有數百萬的資金回流 但是 所以說這個就有問題了 就是說這其實就是一個標準洗錢嘛 就跟你常常去那個賭場對不對 或是買一個賭動 然後錢轉過來 所以這一切的過程是有問題的 光這個流程就不對了 你正正當當的話 不用有一個木可公司啦 錢就在這個政治獻金要怎麼用 照常用 照常用就好 還弄一個木可轉來轉去 你要隱藏什麼事 現在還想把公司解決掉 還想把公司解散掉 一定要立個查 這個部分光是如果 就從木可的角度來講 你掏空公司背信哩哩哩哩 都是背信侵占 還有滅政 那都是五年以下七年以下的罪 金華城當然是最重的 但是在金華城以外還有 不要忘記那個政治獻金 我們現在這個 他想要全部推給端木證 有支出沒單據 或者是有支出你拿的單據 被端木證踢掉 你現在又把他拿出來 這個真的愚蠢至極 剛剛那個任兆兄在講 說這個十五張 他昨天申出十五張單據 對不對 都不是單據啊 對 一下是匯款單 根本不是發票 對 那你乾脆弄一張匯款單 匯款給陳佑欣律師五百萬 匯款單不能當那個評證嗎 當然不行啊 合法的收據我們有規定啊 對啊 等一下 他昨天拿十五張出來 匯款單也可以 那你乾脆匯給我陳佑欣 他十五張幾乎都是匯款單 對啊 你匯給李正浩五百萬 那我在私下還給你就好了 你的問題是 要有收據才有國稅局會 為什麼要匯 為什麼要匯給你啊 對啊 你要有個發票才是一個 合法的單據嘛 這邊偽造文書 業務登載不實 你要說是 這個是五年或三年以下 你要說是端木證做的 我死都不信啊 老實講啦 誰 我一個會計師 你有差額 你今天有五百萬支出 沒有單據 給我啊 我幹嘛去幫你做 關我 而且我幫你做 我還知道要做哪一家 對啊 我還生得出這幾家的會的發票喔 對啊 我這會計師多神轟廣大 可以幫你做到這個程度 不可能嘛 這邊又是一個五年三年 就看 好好調查 看端木證要說是誰拿出這些單據來 好不好 我們就要看他怎麼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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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